这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文化又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你看刚才我看了一些工医大师做的那些什么 潮秀还有木雕都很好 潮剧也不错啊 潮剧方面我还是一股方言的 我就说42年前来那一次 当时是看电影《潮剧》 好像有一个名字叫姚贤秋 我记得呢40多年我记得这回事 非常好 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潮秀啊 雕塑啊 还有咱们的功夫茶 我曾经在福建省工作了17年半 闽月是相通的 特别是厦门 厦门实际上是跟这个朝鲜一带啊 是一个这个语系和文化区 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潮州话和这个闽南话 这是空的 都是一样爱喝功夫茶 我在福建那些年喝茶是与功夫茶为止 好 但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哈哈哈哈 辛苦辛苦了 再就是呢这个你看这个潮州菜 这是现在全国都风行 国际上潮州菜啊都是最好的松华料理 所以潮州这个地方有很多宝 再有现在这个建设 这个我听一下这个设计的介绍 建设这些年呢也是登登月下 欣欣向荣 潜景可观 啊 所以我来这里看一看 啊 这个希望我们啊 潮州的父老乡亲同志们啊 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趁势而上啊 啊 齐而行之 继续把潮州建设好 啊 而且党中央也是关心啊 我们人民的生活 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十年十五年 在第二个一百年啊 就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再建设一个 更加美丽富强的新东国 啊 主席啊 我们的 不要动啊 不要动啊 不要动 不要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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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